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春节 吃大餐半年货也免不了 和好久不见的亲戚话家常 就怕尴尬问题纷纷出笼 杀你个措手不及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网友票选出最烦人的问题 要怎么回答比较好呢 场面话一起背起来 首先登场的是连贯性群组问题 单身的被问有没有男朋友 或是有没有女朋友 有另一半的呢就会被关心 什么时候要结婚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回答 正在努力还在存钱 想要幽默一点的话呢 也可以说等你介绍 或是快到了 记得到时候包厚一点 而至于生小孩的问题呢 有很多网友是建议了 直白的回答养不起 或是孩子在路上 经锁片记得先打好 而有小孩的呢 也很容易被问到 功课好不好 这时候就可以避重就轻的回答 一定比我好 淡淡带过 而金钱相关的问题呢 有一个题组了 像是薪水多少 年终多少 今年红包包多少 也可以使用模糊战术来回答 像是购养家活口 或是汗之前 差不多等等 都是很好的选项 而进节一点的话呢 也可以反问亲戚 那您现在领多少 或是您收到多少呢 让我参考一下 网络上甚至是有网友 直接建议了 假计接到公司的电话 装忙离开现场 由此可见 过年的你问我答 真的是许多人心中的痛 而尊重彼此的底线 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其实只要礼貌客气 就能适时表达自己的想法 同时呢 也不会伤害到彼此的和气 berry 在你 被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